大家好,我是在加拿大的自由维尼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在加拿大的印度留学生群体 大规模学先申请造假的事件 我们都知道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 吸引着全世界各国人民前来移民 是如今最热门的几个移民目的帝国之一 因为加拿大的留学移民政策很好 通过先留学再移民是目前的主流移民方式 今天故事的群体就是一群超过700人的印度留学生 来加拿大留学的第一步就是先申请学校 学校录取后会发送录取文件 凭借这个录取文件再向联邦移民局申请学习许可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学签Study Permit 但是对于这群留学生来说 他们的情况有点不同 因为他们所用来申请学签的学校录取文件全部都是伪造的 但是移民局在处理学签申请的时候 并没有核实并发现这些伪造文件 所以他们都顺利地拿到了学签 这群人里有些还在读书 有些已经毕业要申请毕业工签 更有些人已经满足移民条件 正在申请永久居留身份 但是假的东西终于被揭露的一天 移民局在他们之后的申请里 核查了最开始的学签申请文件 并发现了伪造的录取文件 于是移民局开始重点审查这部分印度学生的材料 最终累计人数达到了700余人 这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来自印度的庞泽谱 并且很多学生都是用的同一个中介 根据移民法 使用伪造材料申请签证属于虚假陈述 处罚的结果是驱逐出境并且五年内部的入境 对于这样的结果这些印度留学生并不认可 因为他们的申请文件都是由当地的中介处理提交的 他们对于录取文件造假的情况并不知情 所以他们觉得自己也是受害者 不应该受到处罚 面对这些处罚 他们中有些人选择了去政府机构门前扎营抗议 这群人中有一个叫辛格的印度留学生 他也受到了同样的处罚 但是他选择走司法途径 准确地说叫做司法复役 加拿大联邦法院受理了他的案子 此案名叫辛格而诉加拿大移民局案 辛格于2019年9月获批了加拿大学签 两个月后他在蒙特利尔入境加拿大 但他并不想去一开始录取他的学校就读 这所学校叫北大西洋学院 位于加拿大最东部的纽芬兰省的一个叫甘德的小城市 纽芬兰是北大西洋上的一个岛 二战之后才加入加拿大联邦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纽芬兰并不与北美大陆接壤 可以算是孤悬海外 而甘德更是岛上的一个小地方 只有长住人口一位渔人 距离纽芬兰的省惠圣约翰还有300多公里 辛格是11月到了加拿大 此时距离他的开学还有两个月 他入境加拿大之后先去了温哥华 他的双胞胎兄弟正在这里留学 显然对于辛格来说 他有一万个理由不想去纽芬兰读书了 于是他成功地在这两个月内 找到另外一所温哥华的学校 并在那里顺利毕业 时间转眼来到了2021年6月 辛格完成了学业并申请了毕业公签 根据加拿大移民政策 留学生可以在毕业之后申请毕业公签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因为拿到公签意味着可以留在加拿大合法工作 而有一份合法工作 就意味着有很大机会能申请 加拿大的永久居留身份也就是实现移民 但影响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移民局在审理他的毕业公签申请的时候 联系了最初录取他的学校 就是那所纽芬兰的北大西洋学院 学校表示并没有出具过他的录取文件 并且他的学费缴纳收据也是另外一个学生的 移民局立马知道出了大事 于是安排了对辛格的面谈 在面谈中 辛格才得知他最开始的录取文件 以及学费收据都是伪造的 更令人吃惊的是 这并不是辛格的第一次申请加拿大学签 他的中介在最后这次获批的学签申请之前 竟然还曾两次帮他申请过加拿大学签 这两次申请都被拒签 这一切辛格都不知情 第三次学签申请终于通过了 但凭借的是伪造的文件 2021年10月辛格收到了移民局方面的两份报告 这两份报告的结论都是 根据移民法辛格因为虚假陈述 被处以驱逐出境 以及五年内不得入境的处罚 这里的第一份报告 是关于他在申请学签时提供了伪造文件 第二份报告则是关于在入境时 为告知边境工作人员 他并没有医院去就读最开始的学校 并且也没有告知那些伪造文件里的信息 是不识的 之后移民局分别于2022年3月8日 和2022年4月21日 安排了两场关于取消他入境资格的听证会 4月21日听证会后 移民局口头通知了他那悲伤的结果 4月25日移民局撤销了 之前关于他在入境时候虚假陈述的那个第二份报告 对于这样的结果 辛格自然是无法接受的 他已经在这里一年多 已经完成了他的学业 而且他的兄弟也在这里 更重要的是他并未参与任何造假行为 于是他找到了律师 提交了司法复役申请 在此案中移民局最后的结论是 申请者辛格在印度通过中介申请学签的时候 进行了实质上的虚假陈述 因为录取文件和学费缴纳收据都是伪造的 虽然辛格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通过中介递交申请 这仍然是实质上的虚假陈述 而这个虚假陈述 导致了移民局错误的批准了他的学签 值得一提的是移民局通过对辛格的面谈 相信了他的说法是可信的 移民局觉得他很直率 他的证识里也没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也就是说移民局同意辛格的这些文件伪造是毫不知情的 自然也完全没有参与 所以移民局也考虑了无心之过这种例外情况 但最后移民局还是认为辛格的情况不属于无心之过 移民局认可辛格和他爸爸都不熟悉 加拿大留学申请以及移民的手续和程序 但是他们对中介给予了盲目的信任 把所有事情都交给中介处理是不合理的 申请人辛格没有对中介的所作所为有任何担当 也没有确认提交的信息是准确的 这不合理 因为在申请期间他们也有察觉过中介有一些问题 包括申请的时候有延误 还有一次辛格和他父亲对于学校是否收到了 他们的学费汇款有过担忧 他的父亲是直接把学费给了中介由中介代缴 辛格尝试联系过校方一次 但是因为电话未接通而会联系上 在这之后他们并未尝试再次联系 法官就以上的事实和判决进行了司法复议 这次复议的标准是合理性 法官首先阐述了进行合理性司法复议的评判标准 是行政当局的结论是否满足三个要素 即清晰透明可理解的以及有正当理由 这里涉及的法律条文只有两条 分别是移民法第40条的第一点以及情况A 移民法第40条的第一点很简单 是一个简单陈述 一个永久居民身份的居民 或者一个外国国际人士 因为虚假陈述而不得入境 接着情况A里详细阐述了虚假陈述的定义 就是直接或者间接的虚假陈述或者隐瞒了 一些实质性事实 并且这些事实导致了之后的错误发生 法官进一步分析了这个定义 也就是虚假陈述要成立必须要满足两个要素 第一是有虚假陈述这件事 第二是这个虚假陈述必须是实质上导致了错误的决定 在新格的案子里虚假陈述这件事是做实的 他的律师提出的切入点是 移民局并未合理考虑新格的无薪资过 所以要求法院撤销移民局的决定 于是这个案子的关键在于怎么判定无薪资过 法官提出两点 第一点是申请人必须是真诚地相信他们没有做虚假陈述 这自然是一个主观的判断 而关键的第二点是这个信念需要是合理的 这个第二点就是可以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客观判断的 法官进一步阐述无薪资过的例外情况 必须要放在法律条文中进行理解 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 申请人有责任来确保他们的申请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否则就太容易在事发之后把责任推到第三方 然后用无薪资过来辩解 申请人要为虚假陈述负责 不认这个虚假陈述是虚意的无意的还是疏忽大意的 申请人要为他们直接的虚假陈述负责 也要为间接的比如由中介提交的虚假陈述负责 申请人要为他们不知情的虚假陈述负责 这也包括另外一方在申请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了虚假陈述 最终法官没有发现移民局在此案的决定中 有可复议的错误之处 因此驳回了申请人心格的请求 这个判决发生在2023年5月29日 半个月后6月13日移民局就这群印度留学生的事件 专门发布了新的通知 移民局表示他们已经成立了特别行动小组 对这700余移民留学生的情况进行甄别 保证对位涉及造假是真心实意来加拿大留学的 会进行单独处理保证不会驱逐处罚他们 而确实有一些人是滥用了加拿大的移民系统 用伪造的文件名义上来加拿大留学 其实来了之后并没有真正留学 这类人会受到处罚 移民局长表示移民法赋予了他自由材料权 而他相信这就是应该使用的时候 新格虽然输了司法复役 但由于移民局是相信他本人并没有参与到文件伪造中的 所以应该不会对他执行驱逐令 新格还可以留在加拿大 这个案子是整个印度留学生群体学签造假事件的一个缩影 这里面印度中介的无法无天事无忌惮确实非常害人 这同时也提醒着很多找中介的申请人 自己也要留意自己的申请情况 不能毫无保留地相信中介 有请留下宣教的旅途 有请后来请见